练出了惊人的记忆力 能快速算出对手的牌 而被澳门拒之门外 可以用眼睛识别各种二维码 堪称人肉扫码机 他就是正裁千 可他并不是天才 初中时经常考试全班倒数第一 父母为他也是操碎了心 偶然的机会 妈妈从朋友那里借到了一本 增强记忆力的奇书 超级记忆术 她试着运用书中的方法 仅一个小时内将英语字根 字典倒背如流 对自己的记忆加以训练后 便走上了开挂般的人生 用三十个小时 只字不漏地 背完了两个学习课本上的全部内容 一个月就逆袭到了全校第一 更是在世界脑力锦标赛上 获得第一名 成为首个二十岁之前 获得世界记忆大师的人 为了方便更多的人来提升记忆力 她将毕生的记忆秘籍 写成了最强大脑 这本书更是多次受邀 到学校传授自己的记忆秘诀 她说 记忆并不是天生的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确的记忆方法 实现人生的逆袭